那我们接着讲就是中国人在韩国打黑工的这些辛酸经历 刚刚讲到我在那个工厂里面打黑工 就是一个叉车给我插起来之后运到一个大罐子的前方 我脚下就是那个搅拌的那个机器那个大罐子很大 能有几米三米乘四米大概那么大吧 然后我是负责把这个料啊给它加进这个机器里面的 我这个叉车上面有托盘嘛 托盘上面有就是一大袋子一大袋子的那个农药和化肥的原料 然后我就拿一个壁纸刀给这个比如说30公斤的一袋原料 就像一袋的大米一样我给它划开 划开之后我拎着这边这些料不就都下去了吗 这个料它是粉尘一样的东西 就是碎末的那种像面一样的 它被底下那个搅拌机一吹啊 我就是一倒它所有的那个粉尘都到我脸上了 就看不见了 我多亏还戴着那个护目镜 就又上不来气又看不见 就特别害怕 因为我脚下站着那个叉子和那个托盘就很容易掉下去了 然后这个东西一扑面而来 我就感觉特别特别难受 我还上不来气 然后还害怕 就腿有点转筋 我个子比较高一米八六 然后当时能有130斤140斤很瘦的 所以我重心也不稳 我站在那上面没站过嘛 也没训练过 就是腿都打哆嗦 而且你拿个30公斤40公斤的东西 你要使劲啊 就是一边使劲 一边那么危险 就是掉下去就死了 这种感觉 让我感觉真的是九死一生的 我没想到说发达国家 韩国的这种打工的经历也是那么危险啊 他完全他也不问说就是 因为我不会韩语 他完全也没问过 安全教程也没有 他没问问说你恐不恐高啊 对吧 你要是这一个恐高的人 他上去 他可能就瘫了 就掉下去 就直接就给搅碎了 那是一个搅拌机嘛 所以这是我第一天的经历 然后就走入日常的工作 天天就搬那个料啊 然后封那个袋的口 就时间长了 那手也会特别抖 然后也练出来双手全是剪 现在已经退了 好几年过去了 当时练的双手血泡 然后起剪子 然后当时也挺有力气 身上还有肌肉的 也很瘦 然后每天呢 我住在那个工厂里面 工厂离这个 韩国大田的市区 大概半个小时 叫轮山的一个 就是像农村的一个工厂 然后我当时也没车 也刚去 连自行车都没有 所以那么一个农村的距离 周围连个小卖店都没有 所以我根本就出不去 我就住在工厂里边 工厂是那种大厂房的那种工厂 它里边隔出了一个屋子 算是那种休息室 就住的那个屋子 然后也很简单 然后厕所也不在屋子里 但是居住的环境还可以吧 就我一个人 然后 但是睡觉挺难受 因为睡在地上 韩国人也都睡在地上 也无所谓 但是味道特别难受 就是那是员工的休息室 一共有三个工人 算我一共三个工人 另两个工人的衣服啦 鞋啦 裤子啦 就是工作服啊 全都在 全都在那个屋子里 他们下班了之后 这个工作服还留在那 就有很大的味道 因为 是做农药和化肥嘛 他本来就工作的时候 那个农药和化肥的味 就特别难闻 呃 就是呛鼻子的那种 那没办法啦 你就戴口罩呗 但是我睡觉的时候 我回到屋里了 还是那个味 因为他们的衣服上 还有我的衣服 鞋上还有那个味 就呛的真睡不着觉 而且我估计 也是对身体不好的一种东西 肯定有添加剂嘛 然后我后来实在没办法 熟的睡不着 我就怎么办呢 我就把他俩的 工作服啊 给翻出来 然后 他俩的工作的那个鞋 我也给翻出来 连我自己的工作服啊 连我自己的那个鞋 都翻出来 我给他打包 放在一个大袋子里 然后把那个袋子 给他 把那个袋子 给他口系上 然后扔到那个屋外边去 然后这样就好多了 但是我第二天得早起 得在他们七点多来之前 就把这个袋子再打开 再把他们的衣服 和鞋都还原到原来的样子 那这样 他们才能正常工作呢 我这边就要打开 那我还把这个袋子 对他来的 那我还把这个袋子 那我给他来的 我还把这个袋子